為了提供老大人以及交通不便的民眾 可以借金享受到健康照顧 關府衛生局今年青葉社區 辦理50項的健康台減順匯外檔 今天在去立國城社區外檔中心 辦理第31項 但又有200多個民眾來做檢查 關於民族也特別現場 來關心頂部的健康 為了讓朋友地區的頂部 或是交通不便的民眾 可以有警告完成的醫護照顧 關府衛生局今年辦理50項的健康檢查 順匯外檔 希望以後為在山區的國姓鄉民 有良好的健康照顧 我覺得這個活動對我們偏鄉的地方來說 它是非常不錯的活動 可以把醫院的資源帶到我們這個小地方 對長輩的照顧還是一些弱勢非常有幫助 國姓因為是偏遠地區 所以我們的醫療資源比較缺乏 但是因為我們這幾年都有做整個市篩檢 我們能夠提供這個抽血驗尿的檢查 還有視力的檢查可以及早發現一些疾病 那麼我們這個健康檢查對象 就是偏遠地區為重點 因為偏遠地區的老大人要處理檢查身體 這幾乎請專家專策給搜尋 他們也不去 我們直接到地方來他們就能夠接受 國內十大宿夢幻影 對於安靜以及人身的疾病為主 為了以後疾病發生 並且是剛才要做的運動 建立健康生活 也要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這次提供的檢查內容 對於基本檢查以外 也包括大陣營以及公共的頂臺檢查 是去200多位民眾到處檢查 那我們今天健康檢查的內容 大概是有像乳房的 婦女的乳房的一個篩檢 還有一個大家非常關心的 就是大腸癌的一個篩檢的部分 那我想視癌的篩檢 也是我們國家類為重要 一個檢查的一個項目 今天我們國際姓鄉 也有200多位的這些老大人來檢查身體 這個顯示我們這個下鄉醫療服務 已經達到大家的重視 這些老大人都會來檢查身體 所以我們盡早預防 不要有重大疾病發生 官府表示 人家官有很多鄉頂 為在平鄉地區 這個下鄉為大家進行順序 是順序民眾很好的歡迎 為新郵媒繼續辦理 讓官民有更加好的醫療環境 今天就說我們蔡文博德